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棒 很登队 郎才女貌 就没想到媒体很讨厌 后面把人家挖出来原来有那么多事情 但是很多人喜欢看 我们今天请的三位老师很精彩 三位来宾也很精彩 赶快把他介绍出来 好想听 首先欢迎黄游甫老师 老师好 接下来欢迎张胜书老师 同学们大家好 以及艾菲儿老师 艾菲儿老师好 来 欢迎几位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Yumi 你好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资商心理师吴佩颖 你好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许上美 大家好 讲到说这个渣男骗女生的故事 真的是曾出不久 Yumi说你有一位朋友 被男生骗了上千万 还好不是你 对 我没多钱 他总共骗了所有人说有上义 上义 这个男的 全部骗所有的人 不管男的女的骗人 对 他就是一开始跟我朋友相处 就是表现得都很好 帅吗 我自己觉得不好看 你自己觉得不好看 不是他的菜 不是 是真的不好看 不好看 但是你刚刚讲那个故事 你男朋友那个是帅哥 所以骗一点钱也就 好吧 骗钱不 现在骗钱的人都是长得丑的 对 真的 现在骗钱的人都长得丑 对 我跟你讲 长得不帅的 反而她的态度 跟她的一张嘴是更厉害的 以前都帅的骗人 现在是长得越不好看 越容易骗人 对 她就长得我觉得还好 还好吐一下所有的 还好我们在场的都蛮帅的 都蛮帅的 我吓死了 还要你读这一句 都是帅哥 对 然后她还可以对她很好 比如说我们吃饭 她也都会就是 做足面子 都对啊 就是很好 然后工作也 就说自己做贸易的 然后存款也蛮多的 然后赚的也蛮多 然后就跟我朋友说投资 我朋友说 哦 好啊 你就投资啊 然后就也很放心她 因为毕竟在一起很爱她 然后他们也是在一起半年 又是半年 然后就开始说什么 自己账务好像被盗了 还是被冻结 然后跟她借钱 我朋友就想说 在一起帮忙一下 就借了她 结果这样累积起来也蛮多 我就把她当18年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又投资嘛 所以就变了可能上千万 然后加上她可能常常跟朋友出去 跟我朋友的朋友出去 然后就认识了ABC 然后ABC可能也觉得她不脆 就是也投资了 然后就变成就是 累积起来就几十亿这样 应该上亿啦 详细多久 我也 详细多少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也上亿 然后现在也就是拿不回来 那我朋友现在也不敢谈恋爱 大家都不敢谈恋爱 是哦 对 所以我们干嘛那么努力工作 就训练口才就好了 本来很多人就是 现在这也是一门职业啊 现在很多男生都这样 只是说你们这些女生 你们不敢这样 你们不会讲说 你可以让自己 不要把钱借给人家吗 因为这表现出来就是 但是 表现出来在干你屁事啊 你干嘛要借钱给人家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投资的没有 我没有借他 下一个再来的 你可以忍住说 我一辈子都不要借钱给他吗 带来给你看 你现在是要他在节目里面 发誓是不是 以后如果再借钱给男人 不行 我坐这个位置 会不会下一次 怎么走 有时候女生自己也要清醒一下 真的 有时候那个就是 感情怎么谈的 就是不要一破到钱 他一讲到钱 我跟你讲你就要 叮叮叮叮叮叮叮 怎么了 警报 想起 来 这边问一下佩颖说 这些爱情的骗子 是用什么心理战术 来赢得女生的信任 女生要如何从细节拆穿它呢 我觉得原则就是 你都不要跟我讲钱 一讲钱你就要叮叮叮叮叮 是 独琳哥 我想要自爆一下 你也被借了 你这是被骗 最后才能当心理师 没有 没有 我们很多 你是不是说我酒壁 成了你吗 你的蜜老师也是被骗 才当蜜老师 不是说谁 我美丽老师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开玩笑 好 好 好 因为你知道我 我就每次都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其实像去上一些电台的时候 然后有些人看到我上来就说 吴老师你又来劝识了 但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我来到了阿姨的阶段 因为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就是我前阵子就是纪念了一个 就是小我几岁的男生 然后纪念了几次之后 他约会一个比他年纪小的男生 约会了几次之后 他有一次就传讯息就跟我说 他很想要做某一个生意 然后问我愿不愿意投资他 什么样的生意 就是他想要做线上课程的生意 对 他觉得他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红 然后我心想说 可是我自己也做很多线上课程 我原本想说 你是要很认真跟我讨论 但最后他就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投资我 我觉得我一定会成功 然后我心想说 哈喽 你不知道我人间清醒吗 人间清醒是什么意思 人间清醒就是我很清 长得帅吗 这重点吗 不帅 讲了这句话就不帅 人间清醒的意思就是说 都看过了 都看过了 就是很清楚 很清楚每个人讲每句话 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这是一个新的名词 说我人间清醒 就是逻辑或者是就是 我们说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很知道他现在做这件事情 在干嘛 你说你要我分析这件事情 我可以分析给你听是 你告诉我说你会成功 那哈喽 你不就去银行贷款 你干嘛跟人家分析呢 你既然都会成功 那这个不是最好的方式 自己赚啊 对啊 就自己赚啊 Yumi听到没有 就不用跪下来了 对 然后呢 所以就结束了 我就说不要 我没兴趣 你加油 呵呵 呵呵 讨厌 他不知道你的行业是什么 他知道 他知道我的行业是什么 他就真的没有联络 就没有必要继续了 因为我觉得我被恶心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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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时候一开始 那个整个关系就变 就是感觉了 你会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有所图的关系 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嗯 对啊 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讲 就是爱情诈骗这件事情 是 很多人在骗钱 可是其实很多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觉得说 这个钱逃出去 心里有点就是 那个慌慌的 可是他看到的还是爱情 他不会去想到这个是诈骗 那我觉得其实 呃 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一件事情是 其实 会被爱情诈骗的人 呃 某种程度你心里的孤单指数是高的 嗯 就是那个渴望被爱的感觉 那这些爱情诈骗分子 我觉得他们对人性 真的是非常非常熟悉 包含他很知道女生要什么 你知道男生呢 大部分他们表达爱的方式 或者是享受爱的方式 可能是透过性爱 可是女生不是 女生是你好好的听他说话 你对他可能上次讲过的话 例如他上次讲说 啊我的猫猫抓我 然后他可能就记得 然后他就下次说 哎怎么样你手上的伤口 有没有好一点啊 这个 这个 这样子 对 这老师做得到吗 所以 所以你知道这种爱情诈骗大师 他们其实有一个客户管理的档案 也就是说他们会记下说 这个A女她最近跟我讲了什么 重点摘要 B女讲了什么 所以下一次聊天的时候 她都会及时回忆 或及时提起这个话题 就会让人要觉得 我被捧在心上的感觉 然后我是特别的 所以这种感觉其实会让人 不断不断的沉沦下去 可是你说那这个到底怎么预防 其实 聊天的时候 她都会及时回忆 或及时提起这个话题 就会让人要觉得 我被捧在心上的感觉 然后我是特别的 所以这种感觉 其实会让人不断不断的沉沦下去 可是你说那这个到底怎么预防 其实我们有时候 我们这个真的情感教育 有点太落后 就是对男性的情感教育 男性是太直男 而且男性在华人文化里头 大部分是被照顾的 是被女生嘘寒问暖的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这样暖男的时候 大家都很容易沉沦 那你说怎么办 其实真的就是谈到钱的时候 你就不要自己做决定 谈到钱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是去咨询 你身旁的军师们 军师是谁 就是你身旁的所有的朋友 亲朋好友们 对 或者是找 对 或找心理人 找人间清醒 我要是跟你讲 你一定都持反对意见 你们都是嫉妒我跟他在一起 所以这才是更要小心的时候 更要小心的时候 我们对爱情执迷不悟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这样感觉 你们是不是吃醋 你们都吃醋 你们自己都交不到 这么好的男朋友 你们都嫉妒我 你这么暗眼 干嘛 也是真的会碰到这样的女生 是 我真的遇到很多 就是 就是甚至是那种 男朋友已经就是 吃了他很多钱 或男朋友已经会打他 或语言暴力 其实是很难离开的 对 所以只能说 你要怎么帮忙自己清醒 是你要多受一点刺激 你要多听一点身旁朋友的话 吓一跳 然后多受一点刺激 多被骗一点 其实是 你不够痛的时候 你不会真的反省 嗯 哈哈哈 очки 鬼 不会 不 你